有个同事讨厌我 那我要怎么办 那下回他求我做事情的时候 我要不要全力以赴 付出120%的努力去帮助他 我觉得我性格中这个讨好人的成分呢 是原生家庭影响 不管有什么错 我都会怪到原生家庭 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我这个人呢又很自卑很自卑 我觉得我浑身都是缺点 我既长得不好看 说话声音也不好听 也没有别人聪明 眼睛也不够大 也没有什么讨花孕 就是满身都是错 总之就是觉得 自己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上 哈喽大家好 如果你也有以上的困扰的话 今天话题就是围绕这三个问题来讨论的 第一个呢是关于接纳自己 第二个呢是关于原生家庭 是否对你有决定性的作用 那最后一个呢 我想讨论的是 嘿不要直接追求认可 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接下来听听看吧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 关于自我接纳 这个也是我一直还在学习的一点 怎么说就是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能接纳的话 你有如何去改正自己呢 对吧 所以我想来说一说这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都一样 我是那种非常容易羡慕别人的人 羡慕人家长得好看 我自己是这种肉肉脸 然后看到别人是那种小脸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羡慕 尤其现在社交媒体很发达 好多公众号呢它都会去分析什么审美啊 然后什么分析什么样的人是大美人啊 还有你的这个骨相美啊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我发现我完全跟美人是没有办法沾边的 我既没有好看饱满的颅顶 我也没有能够撑起皮肉的骨隔 所以就是我会很讨厌自己一段时间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丑 非常非常害怕照镜子 看到自己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没眼看 然后有时候就会看到别人的那个侧颜的时候 我就很羡慕人家有清晰的锁骨和好看的下巴 然后我看到自己侧颜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你的侧颜看上去像智障 所以有时候还蛮伤心的 但是这些公众号也好 文章也好 视频也好 在谈论怎么样让你去变美 或者怎么样让你提高审美 或者怎么样意识你的缺点的时候 我发现它并没有帮助我认识到美是多元化的 它只是不断的提醒我 我有多少缺点 而且我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些缺点 从而变成更好的自己的 所以我就会变得很自卑 在自卑的同时呢 我就会去仔细的观察别人 然后我发现了别人都具备这些美的优点 的时候呢 我就会越来越自卑 我特别害怕站在同 也不是同 怎么说就是同一个国家来的人的这个人群里面 比如说我去华朝买东西 或者我去超市 或者其他上场买东西的话 遇到同是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女孩 大概都在这个年龄的话 我会忽然很自卑 我觉得我穿的也不够时髦 人长的也不够阳气 脸长的也不够好看 就是忽然会爆发出来一股自卑感 就实在没有办法和自己和解 也没有办法接纳自己 这是我一段时期的一个表现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了 其实当你去接受说 这个东西是我不可改变的 但它也没有使我变得很坏 不管是好也罢 坏也罢 你就是你自己 别人再好看跟你没有关系 别人再难看跟你也没有关系 你的好看与难看是 是你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话说出来还蛮鸡汤的 可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 你内心里面能够接纳自己以后 你的整个人会变得很平和 你不会很拧巴 就是你的性格 你的三观 你的想法与你外貌体现出来的一种特质 很拧巴的时候 你的整个人是不舒服的 你站在那里 别人看着你是不舒服的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有的人很好看 站在那里 让你却觉得他没有什么气质 也不是很有气场 但是有些人 他不好看 他还胖胖的 就是小眼睛 那会带眼皮什么 但是站在那的时候 你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 那是因为就是在审美和审夺自己 审视别人的时候 你达到了一个平衡点 你接纳自己的普通 自己就是普通人 但是呢 你会跟自己这个普通人 去做朋友 然后在你做朋友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玩的都很好 那我散发出来 是一种很平和 我是世界上最美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以后别人也会接待到这个信息的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对你的命运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是它并不起决定作用 起决定作用的是你自己 这个是我从这本书上学到的一个 关于原生家庭对你自己命运的一个关系 我以前是很坚信弗洛伊的这个原生家庭对命运有决定性作用的这个理论的 然后那时候也会觉得说我现在做的有一些决定呢 都是因为我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他们促使我变成这样的人 变成这样的性格 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 后来呢我就发现 那为什么我没有陷入到像我父母那样子的困境当中 而是走出来走去另外一个地方 重新开始生活呢 就是因为当我意识到原生家庭对我有影响的时候 我是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想去改变的 其中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也跟父母斗争过 出国之前他们是不同意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想出来看一看 我觉得如果出国的话 可能会改变我的一些命运 而且我也不想照着他们的网路走下去 然后这么一出来呢就出来了七年 生活也在慢慢步入正轨 这是我做出决定 我牺牲呢也牺牲了很多 每一步走得非常的艰难 因为是都靠我自己 没有太大的助力 父母呢离父母也很远 就是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 有的时候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 需要我在身边的时候呢 我都是不在身边的 朋友呢也慢慢越走越远嘛 因为真的是距离和时间 是有仪的一把刀 他会帮你斩断很多联系 因为你越往前走 你抛弃的东西就会越多 但是呢我不后悔这个决定 就是现在的生活 我很满意也很开心 我觉得即使当时不出国 留在国内 我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水平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自己做的决定 但是有一段时间 就是深深沉迷于这个 原生家庭决定命运论 这个论掉以后呢 我是经常跟父母吵架 尤其是跟我妈 总是吵架 我要说一声对不起 父母其实 他们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对吧 就像我们好多人都说 父母没有什么上岗争害之类 你还要考个诗 作为一个合格父母 尤其是对咱们父母辈的话来说 他们当年是没有这些 发达的资讯的事 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学 去做一个很合格很好的父母的 所以他们尽自己的可能给自己一切 对于他们来说 物质好是最重要的 精神上是其次的 所以我觉得说 大多数情况下 原生家庭的影响 是在精神上的影响 但是呢我还是想说 就是不管精神也好 还是物质也好 他们会对你有一定影响 但是怎么样决定 是你自己来做的 我记着那个 看的那个Netflix上 一个剧的 The Queen's Gambit 里面公儿院的那个院长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All the decisions have consequences Your parents make this decision That's why you are here And you made a decision You will be somewhere else 也就是说 所有的决定 都会导致一个结果 你父母做了错误的决定 所以你现在在 公儿院的地方 如果你做出错误的决定 你会在其他一个地步 承担你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是 对于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命运的一个 论调一个最好的证明 也就是说 你想走什么路 你一定要坚定地去做 不要怕困难 不要怕牺牲 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如果你一味地 只是相信 人生家庭决定你的命运的话 你是永远走不出来的 其实像这些人 他真的把什么都怪到 原生家庭里面 第一个我想说 你是懦夫 为什么 因为你不愿意执念 其实你也是有错误的 第二个是因为你懒 因为你总想着 父母可以把一切都做好 像别人的父母那样 给你提供一切 而你自己不去努力争取 第三个呢 就是你消极 你只是觉得 那已经是这样子 那我就让他这样去吧 如果一旦有什么错误 那错误一定是 原生家庭的 这个才是好多人为什么很崇尚 原生家庭决定论的一个原因 但是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原生家庭的影响 请你自己想清楚 做计划 做安排 一定一定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有你才能够改变你的命运 别人是没有办法的 第三个呢 我想说的是 不要直接追求认可 阿德勒认为呢 人的一切烦恼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而人际关系呢 是你的烦恼来自于 你总想获得其他人的认可 我深有体会 我说过很多遍了 我自己是讨好性的人格 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让自己开心 或者我自己想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为了做成功而去做他这件事情 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想的是 嘿 我做了这个他会不会比较高兴 我做成了他会不会比较高兴 我做的好不好 他是怎么想的 所以我永远都是在去追求一个他人的认可 这个呢 又回到我们的第二点是 原生家庭对我的一个影响 那就是从小到大的时候 你考试也好 做事情也好 还是展示才艺也好 其实都是为了获得大人的认可 因为当你做得好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奖励 或者会多看你一眼 或者会多关心你一些 或者脾气会对你更好一些 或者给你买小礼物之类的东西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养成的 这个就是努力在改变中 不是说不可变 但是还是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改变的 对吧 要很辛苦很多 但我觉得在这一步 就是在这一步被讨厌的勇气里面 他就说 如果别人不喜欢你的话 别人讨厌你的话 或者别人不赞同你的做法 或者对你所谓的成功失败与否 并没有太多看法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你要去想 不管别人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你的价值并没有消失 你本身所有的价值和所付出的努力 并没有消失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尤其是像现在 好多人举例子 网络 匿名 然后我都会说 哇 你怎么吃饭 有声音啊 你说话声音好难听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样子 360度无死角 一样会有人给你鸡蛋里挑骨头 说你不好 那你不可能讨好到每个人 众口难挑 对吧 那要怎么办 就是说 以我的标题来说 不要直接追求认可 太难了 不是 不是说 你说一说就能做到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不可以努力 可以努力的 就是你需要身边有一个人非常的支持你 无条件的支持你 我很幸运就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不管我做好做坏 做坏 他不会去责备我 做好 他会为我开心 做这件事情 他永远都会问我 你想不想去做 是不是出自真心想去做 不要为我做 也不要为别人做 这时候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心胸变得比较开阔 也没有那么的计较别人是否喜欢你 认可你 后来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工作上也好 友谊上也好 我都会发现自己舒服就好 如果一味去讨好别人的话 别人只会就是变本加厉的去要求你 别人找你帮忙 你不想拒绝 你帮了他 他并不会觉得说 辛苦你了 你帮了我了 他会觉得说 嗯 好 下一次还来找你 但是下一次你做不到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讨厌你 那你怎么办 难道要牺牲自己 去成全他人吗 我觉得这已经是2021年了 大家要学会 不要做那么无私的人 做一个自私的人 想想自己 欢爱自己 对吧 认可是需要有认可的 因为你认可会给你鼓励 但是请不要直接去追求认可 直接去追求认可 会影响你的初心 会影响你做事的动机 也会影响你的心理健康 所以就是在做的时候呢 想一想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做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那又怎么样 如果你做的不是一件坏事 那就按照自己的本心来做 好